过去两天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我们跟这个马诺罗 跟我们的这个总经理安东尼尔 包括跟我们的这个中方的代表王康宁 包括跟我们现在跟城市这块的 都讨论很多东西 从管理层面 从这个技术层面 都做了很多的一些探讨 包括对过去的工作的一些总结 包括对新的赛季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些总结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往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推进 然后至少现在在马诺罗的这个带领之下 我们已经这个陆续了这个签了一些球员 这些球员呢也根据我们的目标 比如说本土化 尽量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西班牙人 而且呢我们欣喜的可以看到了这些人 还有很多都是来自安大陆西亚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的这支新组建的一些球队 能够不像上个赛季一样的 我们现在希望这个球队是真正属于格拉纳达的 是能够为格拉纳达的战斗 在管理层面呢 我们现在确实也引进了这个Antonio Antonio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 我觉得我可以从他的眼睛看到了很真诚的一部分 就是真正的能够为这个俱乐部着想 真正的能够为这个俱乐部去战斗 这个是很重要的 至于接下来的在管理层面需要怎么调整 我觉得我们可能会 选择更多队的人留在这个俱乐部 或者是引进新的人加入这个俱乐部 能够真正的还是能够为俱乐部去战斗 今天早上我们跟这个所有的管理层开了一个会 在我们的这个体育场开了一个会 我在会上重生了 就是说轻训是我们未来格拉纳达俱乐部 乃至于我们整个集团一个非常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所以说围绕着这个二七的这个轻训中心的一个建立 过去可能还有一些声音说你这样急了你是不是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今天跟所有的管理层说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会把格拉纳达这个项目是当做一个长期的一种项目 而这个体育城二七的一种建设是我们长期这个建设项目当中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我还要求他们必须明确这个时间表 而且呢明确的具体谁在负责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期待着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这个体育城 体育城的一些中心 体育城的二七能够成为全西班牙 最好的轻训中心之一 而且呢最最重要的也可以就是 连接这个中国市场跟这个西班牙市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平台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还是蛮专业的 包括过去我们跟社区之间也有一些互动 我是很期待做这些事情 如何的本土化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包括我们跟市政府 包括我们跟媒体 包括我们跟这个球迷 我们都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包括中国市场如何跟这个城市连接得更紧密 比如说我们集团现在做的这个体育旅游的一个项目 包括我们在这个记账术水平上面 比如说中国的球员 是否可以来到格拉纳达 乃至于未来好的格拉纳达的球员 是否可以去中国 这些的一些东西都是全世界都在 我们应该是首创在摸索的 所以我期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而且呢过去 当我们在球队降级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遇到一定的困难 外界有不同的一个声音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一些技法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球员协会 然后站出来主动跟我们联系 而且呢我们也跟他们沟通了很多 我们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了真正能够为格拉纳达做事情的一般人 所以说通过这个跟他们的沟通 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我希望能够邀请习中的一位叫安海尔的这个先生 能够加入我们的俱乐部 当论这个俱乐部的荣誉主席 能够真正的能够为俱乐部再继续的战斗 我们去 Granada